新台幣连三升 今天收升1.36角至30.695元 不过央行收盘前接积极组升 让新台幣收在30.5元之上 移动节十年的越南家庭看护工和渔工 国王解禁 预计将在今年7月1号开放引进月牢 沙鲁地阿拉伯国王沙尔曼突然宣布 更换王储与外交大臣 沙国政治出现大洗牌 澳洲经济出现逆风 高盛预言澳洲AAA顶级主权债性 可能因此岌岌可为 财经八点党 八点看财经 我是张振华 我是李若杰 好 继续关注的是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就在今天上午会见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而张忠谋表示呢 蔡英文她是以2016年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来拜会 而她则是以匹夫的身份来接待 因为张忠谋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而蔡英文也强调 未来她将会进行一连串的企业倾益之旅 而台积电则是她的第一者 财经八点党 近期如果您有关注陆股的话 想必也观察到了人民币的走势 最近是特别的不寻常 而今天人民币对台币 跌破了五字头的汇价 来到了四字头 但诡异的是 中国人行却是连续上调了人民币的中间价 来到今年以来的新高 人民币今年到底会升还是会扁 而人民币走势背后又到底暗示着什么样的经济变化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人民币最近走势的波动 很像就是在做大怒神 来看到最近一个月以来 从4月3号 当时清明廉价之后 人民币的汇价是来到6.1930 不过紧接着4月13号 因为三月份的出口意外的疲弱 人民币的汇价往下走贬 来到了6.2152 而紧接着李克强又说 他不希望人民币的汇价大幅贬值 隔一天人民币的汇价又回升到6.1967 而接下来市场又开始谣传说 会有中国版的QE即将推出 这个时候人民币的汇价又再度往下跌 不过人行立刻出手足扁 而最新的汇价又回升 来到了6.1994左右 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中国的经济成长正在放缓 但是中国官方和市场正在拔河 因此使得人民币的汇价 最近可以说常常都是大起大落 而最新中国官方甚至已经连续5天 上调了人民币的中间价 来到今年新高 不过即使如此 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人民币对台币 最近一个月来 这个蝙蝠已经超过了2% 最近一个月蝙蝠超过2.3% 而最新的汇价更是直接跌破了5字头 来到了4.9463 这是来自今天最新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官方为了要跟市场拔河 像是最新富比师的一篇报道就指出 中国当局为了要维持人民币汇价的稳定 每个月花费了上千亿元的美金 来支撑人民币 如此不计代价 真的有可能吗 而这篇文章还指出了 中国央行跟金融机构卖出大量美金 买入了大量的人民币 因此给外界造成 尽管中国经济在下滑 但是人民币依旧坚挺的印象 而我们从最新中国的结汇逆差来看看 的确是出现了逆差增加的状况 最新的这个结汇逆差的数字 我们先来看到 从今年的1月开始 这个逆差是82亿元 2月份上升到172亿元 不过要关注的是3月份来到了660亿元 这个数字创下了5年来的最大逆差 而且已经是连续8个月通通都是负成长了 这个数字也看得出来 人行的确是出重手来阻止人民币往下扁 而这报道还指出了 以此下来可能会造成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快就会消耗殆尽 但也许你也要问了为什么中国官方要如此费力的维护人民币的汇价呢 我们继续看看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连续好几个月出现了下降 而这也表示中国的资本外流越来越严重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外汇储备已经是连续三季缩水 而且既减幅更是创下了新高 一旦中国的有钱人认为人民币未来将会走扁 那么可能会让这些有钱人更急着把资产转到坏 也因此呢这也是中国官方要稳住人民币汇价的原因之一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中国大陆官方积极推动亚投行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也争取人民币成为所谓特别提款权SDR 因此人民币的汇率其实呢是不能够太过波动的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到 国际货币基金呢其实即将在五月份 也就是下个月展开讨论 并且在11月决定到底要不要将人民币 纳入所谓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当中 而目前呢这所谓的这个篮子呢 里头包含了美元包含了欧元还有日元跟英镑 我们来看到呢要不要纳入所谓SDR特别提款权 首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个货币要非常的稳定 因此呢如果人民币在这个时候加速贬值的话 势必会拖累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 也因此专家预料中国大陆官方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而另外我们从经济结构层面来看 中国大陆的经济正在转型 想要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 因此呢我们来看到目前最新汇丰四月的制造业PMI 初值呢来到了49.2跌破了熔乎线可以说是近一年来的新低 因此呢似乎从这个数字也看得出来 中国如今要放弃靠出口来带动经济了吗 也因此如今不管出口人民币的汇价依旧是维持坚挺的 不过呢我也要问了如果这个中国放弃了世界工厂这个位子 未来到底要接放的人会是谁呢 这个呼声最大的目前就是东协 而经济学家也预估了像是缅甸还有柬埔寨等等的东协国家 最终都会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工资现在的确非常的便宜 我们先来看到亚洲各个城市的工资PK 目前呢最便宜的就在这个缅甸的仰光 每一个月的工资呢平均大约只有50美元左右这么低 不过我们来看到呢最贵的中国北京还有中国上海 则是通通都要超过450元的美金 自前两名呢跟最后一名的这个仰光 可以说一来运往就差了九倍之多 而中国对此呢东协要接棒成为世界工厂 似乎也是乐见其成的 我们来看到呢最新的东协经济规模 已经高达了2.5兆美元 现在是全球第七位 而其中呢中国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已经连续五年缠连了东协最大的贸易伙伴 同时呢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还说 他说呢东协是中国产能出走的首选 他们呢要打造所谓的双边命运共同体 而即使我们回到中国大陆的经济最近问题不少 因为像是房地产也出现了调整 像是不少的偏远地区空有豪华建筑却沦为鬼城 有一些房地产企业现在为了要包装国际化的形象 特别喜欢找外国人来拍摄广告 也因此呢在大陆出现了一种服务 叫做租个老外 他们专门在街上找外国人来当临时演员 借此提升国际化的形象 好继续带您关注的是 尼泊尔的大地震已经进入了第五天 而目前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人 有一万人受伤 而虽然如今已经过了72小时的黄金抢救时间 不过救难人员还是不放弃 而果然也救出了一名受困超过80小时的男子 不过很不幸的 这名男子他必须截肢 而这一次尼泊尔的经济损失 超过了台币6000亿元 超过尼泊尔一年的GDP 美光巴尔地魔抗议警方执法过当 造成非一千年死亡的暴动持续扩大 现在很多非一千年走上街头 和当地警方对峙 甚至直接出现冲突 那么一名妈妈在电视转播中 看到了自己儿子已在街头参与暴行 当场气坏了立刻上街把自己的儿子给带回家 而这位妈妈呢 她在大街上直接来教训儿子 画面上传网络之后 很多网友频频造好 还封她为年度的母亲代表 台币汇率部分呢 今天新台币收盘升值了1.36角 连三升了 今天收在30.695元的价位 市场认为呢 央行总裁彭怀南防线会力手不升破30.5元为原则 而至于呢 国际热钱涌入也促使台币升值 经济学家则是认为说 这一次的台股万点行情 跟这一次的热钱 其实大有关系 大陆政监会在28号中午突然在官网上发布了 关于炒股的各个问题与解答 就问与答 以发了市场解读 现在中国官方是不是开始为行情降温 这个意图相当的明显 好 不过呢 目前大部分的专家预期 露骨的行情才走到了半山腰 而今年挑战历史高点机会大 不过被视为是景气橱窗的股市 跟中国的景气豪卷 真的有联动吗 我们把时间交给开纯 大陆知名的天津金剧院 即将在5月份来台演出了 这次大陆国宝级演员王平 张又玲 将在战院城当中呢 带来精彩的对手戏 而至于呢 还有这个经典大戏呢 它叫做这个诗接亭 则是特邀金剧老将杨乃鹏 来担当诸葛亮 用精湛的演技 让台湾戏迷大饱眼福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接下来带您关心这个 欧台旗与欧台选的今日行情 欧台旗 欧台选是台股奇货 与台股选择权的盘后交易商品 马上来看到今天台股奇货收盘 是9909点 今天跌了81点 而欧台旗最近月5月 目前是9911点 小涨了4点 而下图是欧台旗5月 今天的量价走势图 接下来欧台选周到期契约 5月第一周 价评9850点 在卖权部分有20口 而至于价评附近的最大量 在买权1万点的部分有169口 而卖权9800点 有97口的成交量 而接下来欧台选最近月5月 价评9900点 而价评附近交易比较集中的 序列是在9500点 在这个卖权部分有25口的成交量 以上是今天的欧台旗 欧台选交易行情 提供交易人跨市场避险及套利的管道 日本大马和东京的樱花季期间 总共吸引了300万人资的外国观光客 创下历史新高纪录 现在樱花季已经过了 不过有一种新的叫做另类樱花 正在祁玉县致富市盛海当中 希望最后段也快要来看看了 谢谢收看今天财经八点档 我是张正华 我是林若杰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见 下序列ini